你那购物车里那个精华原价450 现在只要250 原价明明才200 双11看到优惠价立刻下单 结果发现商品比平常原价还贵 大陆电商平台制作的广告 反映的就是近年来大陆双11乱象 近两天就突然球鞋就涨价了 球鞋就涨价了 感觉很震惊很吃惊 然后他那个到双11的时候 他又突然又回调了 先涨价再降价 有时候消费者不但没办法在双11捡到便宜 甚至还会买到全年最高价 2020年江苏政府就发布规定 这样的行为可以被判定为诈欺 商家得退一赔三 但乱象还是挡都挡不住 近日更高层级的大陆市场监管总局 也看不下去 出手加强监管 虚构原价标示的原价属于虚假捏造 不是本次促销活动前七日内最低交易价格 规定还包括禁止低俗广告 虚假评价 误导消费者 只是官方洋洋洒洒列出八大规定 对罚则却没有详细公布 在双十一大陆龙头电商短短几天营收都能破亿 如果官方光是口头警告 或是只罚一点钱 对业者来说根本不痛不痒 新禁令能保障消费者多少权益 被陆媒提出质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